大家好,我是童文勋 越来越接近过年 跨年要去哪里玩 因为天气冷嘛 跨年出门的话要保暖 我最近看到有一位金融圈 然后也是法律界的一位院长 从台中到台北的高铁上面 竟然在高铁上面就过世了 那这样的一个青壮年 如果在天气骤冷的时候 心血管都受不了 那其实所有人 其实都应该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所以是要monitor自己的身体 可能早上起床的时候 或是帮忙睡觉之前 你就量一下血压固定的 那就会知道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但是不要迷信尘药 有时候这个尘药吃了很多 其实还不如好好的去保养自己的身体 饮食上面注意 不要太喜欢吃甜的东西 我们现在含糖的饮料 含糖的食物实在是太多了 现在都知道甜伤心 太甜的食物是会伤心血管的 所以要非常的注意 那台湾的水果其实也都太甜了 所以尽量少吃那么甜的东西 尽量多吃一些 一些高鲜的食品 那好的油 好的圆形的食物材料 太忙的人往往就是都是外食为主 那又喜欢吃含糖饮料的话 其实身体的健康很难维持 那保暖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天气冷的时候 保暖真的是保健的第一药物 尤其是整个脊椎的这个部分 温背集是非常重要的 那天天气很冷的时候 彭P就让我说 你星期五上个星期五 Christmas前面 然后来法院声援一下 然后也帮他当一些 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那所以我就去了地方法院 那其实那个判决的结果 不出乎我的预期 其实我不同的媒体采访 我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都预判说 判决结果应该是维持 这个法官在上一次的时候 在地院的时候的同样的判决结果 然后他的程序的部分 做了判断 就是没有数字利益 什么叫没有数字利益呢 就是你没有 这数字的结果对你来说 你不是利害关系人 你没有数字利益 就像过去有很多的政府的档案 要不要公开呢 他就用你不是案件当事人 你没有数字利益 就轻轻的就把你剥掉了 你的身份不适格 身份不适格 所以这一次张总会 法官 他用这个身份不适格之外呢 还进入了实体的审查 引用了所有的 他采证的这个内容呢 其实几乎完全都是原告 所提出来的 被告所抗辩的 那可是原告所提出来的 已经剥掉了 剥斥了被告的这一些 所谓的证据 那他都没有做 真点的整理 也没有公开 他为什么判断 这些文件的真伪 他的新证是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再做一次的预判 这个案子上述到高人法院 必然的结果是什么呢 又被发回 再来一次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完全不依证据法则 审判的程序 为什么我们会对法院有信心 有信任感 就是因为你走的是 大家普世的价值的证据法则 法律在证据法则上面 当然有一定的规矩 规章 你要照这个流程来走 第一个认定什么样的证据 然后证据应该要具备哪一些刑事的要件 然后书证跟人证的关系是什么 这个通则通利 是我们对法庭会有信任的关键的原因 而不是你就是自由信任 你爱怎么判就怎么判 自由信任这四个字 事实上一直被丑化 他原意不是那个样子的 可是因为被演绎的这个过程中 有太多的法官 他不照着证据法则来走 那自由信任就变成丑化了 其实自由信任是说 法官在做判断的时候 他不受其他的外力的干扰 不受政治力的干扰 不受乡里民的干扰 所以你说职业游行 可不可以去抗议法院 不可以对法官施压 所以这个问题 自由信任这本来本意不是坏事 结果呢 现在变成什么 因为你不照证据法则来走 本来自由信任的成立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所有的程序 都照证据法则来走 最后法官在自由的意志底下 得到新证 后来我们发现说 这个诚意太高了 还是走形式上面 你应要证据法则 应要走过之后呢 判断真卫的这个部分呢 应要留给什么 陪审团 用一般的人的正常的感情认识 就可以判断的事实 结果陪审团制没有办法通过 现在还是在法官手上 有点求援兼裁判这种意味 他也判断证据 他也来做最后的裁决 好那所以 有太多东西了 我看到那个记者会的这个内容 地方法院的发言人在谈 怎么样形成这样的一个判决 过程 所有的证据 我们轻轻一搏 都在我们的记忆里面 你都不用去翻证据就知道了 比如说他说这个口试通过的通知书啊 那又不是正本 正本在哪里 你拿出一个银本 你能证实有这件事情吗 是不是伪造的 不知道你手上既然有银本 你一定有正本吧 正本拿出来看看 那证据力在哪里 你要解释一下 你要通过证据力才可以啊 然后你明明拿不出来 一本 照规矩走 应该要有的论文的正本 一本都没有 那种散装的草稿 不知道什么东西 你可以把它认为说 这是一个已经具备了 完成论文的一个形式 所以 为什么 法院会失去人民的信任 人民对法院没有办法形成信赖感 我们在倒带蔡英文政府系列里面 一定不能错过的 就是她的论文真假之谜 蔡英文的学位真假之谜 这没有办法 你倒带回去 你没有办法忽略这件事 其实 她的学位真假 早在2014年就有人谈了 那时候我们都置之不理 认为说这怎么可能呢 而且当时谈的人呢 也没有举例 奴猎这么多的证捂出来 所以我们无从判断说 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呢 我们在2016年 蔡英文选上总统之后 然后给她机会 结果发现她各种作为 我们现在盘点的过程 发现了没有 搞年金改革 事实上是撕裂不同的族群 撕裂军公教 跟一般的劳工团体 好像形成对立了 有必要吗 其实很多劳工团体的家人 是军公教 很多军公教的家人 是劳工团体的人 撕裂社会 然后硬要推同婚 那即使社会的反弹 这么的大 大家不是歧视同志 而是你要去改民法 你要改掉 所有人的身份的制度 这一点 触动到所有人的 这个心理觉得被压迫了 你霸凌我 你用法律来霸凌我 我不想改变我的身份制度 婚姻怎么形成的 家人亲属的关系是什么 我不想改变 不想改变的人 产生反弹 那当然有一些对话 为什么冲突会这么大 因为你放着网军 到处去咬人吗 你放着侧翼 到处去咬人吗 网军侧翼的问题 一直到今天 都还是没有解决 那关键回来 我们发现说 2018年的时候 又有人在谈这件事的时候 我心里还是觉得 哪里有可能 可是这些证据 一一浮上来的时候 你终于形成了 你自己的自由形成了 你觉得蔡英文 到底有没有拿到学位 她到底有没有 合格的论文的正本 从张永会法官这个判决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所有事情 都可以这样凹 都不照着证据法则来走 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 你是没有证据 你把话说满 用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可以拼凑起来说 她有学位 她有论文 难怪上行下效 所以现在业力引爆 民进党的学位们的问题 又多了一桩 我们下一段进来 大家好 这边是摄影棚的洗手间 所以我做一个展示 如果我在家里的话 在浴室的毛巾 我是怎么用的 这是我平常用的毛巾 以前我不喜欢用毛巾洗脸 因为毛巾只要全部粘湿之后 你看我用的都是 比较厚的毛巾 那这种比较厚的毛巾 洗脸的时候 其实蛮舒服的 可是你沾湿了之后 保证保证保证 大概不到一个小时 它就开始发臭了 即使你把它拧得很干 其实我的手指头不是很有劲 所以把它拧干也一样 它会发臭 然后事实上 在阴干的过程中 它就是氧细菌的最好的温床 台湾的温度跟湿度这样子 所以有了干妈妈这个产品之后 我现在是怎么使用它呢 我通常是这样子就是 如果我把它弄得很湿 然后把它折 对折 那它是一条方巾 我就把它对折 挂在上头 然后这也是方巾 我就把它对折 挂在上头 那有时候出国旅行的时候呢 我也会戴着 因为它很轻 我会戴着 然后在旅馆 有时候一些围巾 我希望它很快会干 好 我就把它挂在上头 然后一样我在最上面呢 我会铺一条长的那个毛巾 让它可以做蓄热 这个跟我们以前 晾毛巾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以前妈妈 你如果这样晾毛巾的话 一定会被骂的 就是你一定要把它散开 对不对 可是因为这是热的蓄肌 所以其实你叠是没有关系的 那我通常可以叠到几层呢 通常叠到四五层 那个傍晚回家的时候 其实所有东西摸起来 就是酥酥的 你却可以去揉它 然后闻起来都是香的 所以大概就是你当时用的 肥皂的味道 你看这个都是使用过的毛巾 非常的白 完全不会长霉菌 所以这个是在浴室的时候 使用的方法的一个 简单的介绍 好,大家好 这个礼拜呢 有朋友请我吃饭 然后约在一个非常老牌的餐厅 那很久很久之前我去过 我第一次去这家餐厅 是因为楼上是一个律师事务所 然后我跟我老师就在这个餐厅 跟另外一个长辈一起吃饭 这是我那时候第一次去这个餐厅 所以这个餐厅其实 我后来问了那个waiter 就是他们说他们餐厅已经五十几年了 好那结果等到我们要离开之前 那个waiter有位女士跟我讲说 她看我的节目 她是我的节目的订阅者 她有订阅 我们都很开心 后来就有合照 跟我的朋友合照 那讲到这个 所以我觉得 其实有关于蔡英文论人真相的问题 我相信全世界都知道 我现在真的走遍大江南北 没有大江南北 走遍台湾好几个县市 我没有遇到任何一个人跟我说 同理师我认为蔡英文是有学位的 那这个跟我跟其实彭文正教授 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 我们在谈这件事的时候 在这里面遇到 讲到这个事 我们都说怎么可能啊 LCE 怎么可能没有学位 可是呢 我后来遇到有很多 修过博士的这些朋友 这些老师 他们一讲到博士的时候 都做噩梦 你知道我那天跟高维帮博士 高维帮博士说 一直看你节目在谈论文的那一段时间 有一天晚上他自己做了噩梦 梦到说 他的论文啊 老师不让他过 然后呢 想不起来 他论文到底放在哪里了 然后后来惊醒这样子 那结果同样的情况 我发现有很多博士的老师 或是博士毕业生 跟我讲同样的话 我觉得顶有趣的 就像有时候我们会做梦 突然梦到说 你都已经毕业那么多年了 可是因为突然梦到说 明天要考地理 还是明天要考物理 你还没有准备 你还没有 你还没有去复习这些教材 结果明天要小考 然后突然惊醒这样子 那心理学是认为说 你如果会梦到说 一件事情没有完成 要考试了 没有完成 是因为你在现实世界中 有一些工作你没有完成 然后你还挂心着 你就去睡觉 然后睡着的时候就是 日有所思 也有所梦 可是为什么这些博士 念过博士 写过博士论文的人 他们三不五时 还是有做这种噩梦呢 就是因为 那个过程 真的是一个非常折磨人的过程 包括你的论文 要符合怎么样的形式 我们先从时间来说好了 做论文的这个过程 或是申请学位 是博士后 或是准博士 或是入学许可 其实他都有一定的时间的规则 我们先来讲时间 不同学校有不同学校规则 但是不外乎这样 就是说 几月几号开始 每一年都一样 几月几号开始 你可以开始申请 申请这个学位 跟什么老师申请 来 然后你要什么时候 入学要研习多少学分 你可以开始提交 你的论文的草稿 先教题目 然后你完成你的草稿之后 你必须要有多少字的大纲 让所有老师很容易 可以review一下 因为老师要看的东西太多了 你可能有几万字的这个论文 但是你先拿了一个 三百个字的大纲来 减速一下 你到底这个论文 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研究的方法是什么 好那你完成之后 你所有的打字 每一行的间隔 用什么样的字体 大小 用什么样的纸张 然后你的留白 天地线 出血线要留多少 这个都有一定的规则 所以 其实 做完一本博士论文 其实你也大概了解出版业了 你的注释要用什么方法 而且不同的年代 有不同的注释的规格 你应该要用哪一套标准 是第一版的标准的注释的方法 还是第五版的标准的注释的方法 有很多的细节必须要走过去 所以从硕士本身 有人说要取消硕士 不要写论文了 其实我觉得不对 因为 学士是基础的学位 硕士是教你怎么收集资料 分析资料 还不是提出创建 所以硕士要写论文 至少让他走过 这个很复杂的一个 细节的行政程序 对不对 时间要及时提出来 第二个 你的论文的形式应该要符合 所以常常你去国土好了 你随便抽一本 硕士论文跟抽一本 博士论文出来看 你会发现说 硕士论文的格式还是比较松散 毕竟还是在硕士的阶段 博士论文就不允许这样做了 好 那所以何况是 硕士都要这样子的 何况是博士 博士除了要具备硕士 整理资料 收集资料的 分析资料的能力之外 他必须要提出创建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这一些博士生 三不时就会梦到说 他还在准备 这个博士论文 这个过程真的是太辛苦了 很多人念个三四年 算是很厉害了 很快就学完博士学位 念五六年以上也大有人在 所以你又在年限之前 你必须要完成学位 这样庞大的压力 再来看蔡英文这个荒腔走板的举证 这些人心中当然是自己自然有心证 但最近因为上营下效 所以民进党呢 这些从政人员呢 一个又一个学位被撤销 先又来一个 如果不是因为他学位被撤销 我还不知道说 曾经的宜兰市市长是叫这个名字 这个叫做江冲渊 他是前宜兰市市长 然后这次有出来参选宜兰县的县长 但是没有当选 那在参选的期间呢 就有人踢爆说 他在淡大的硕士的论文呢 是什么呢 涉及抄袭 结果一检查 果然有抄袭的问题 所以淡大撤销他的学位 然后呢 他否认 坚决否认说他有抄袭 可是认为有疏失 他为疏失而致歉 这算是道歉到一半 那为什么民党的这些学位会撤不完 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 甚至在蔡英文开始担任党首席之后 很多人想要挤进所谓的英系 蔡英文的系统 这个英系的派系 挤不进去 我都听过 他喜欢什么样的人 年轻的 学士型的 然后有学位 所以你看林志坚 郑文灿 或者是林家龙 或者是陈其迈 大概都是这个模式 他喜欢的 大概是这个模式 只要是他喜欢的 都有机会靠到他身边 我还知道另外一个 也是担任过他几次竞选的发言人 不断的念学位 还有法学的学位 各种学位一直在念 也要攻到博士这个位置 为什么 我说这么辛苦 又要选举 又要当议员 还要攻学位 硕士拿完了 还要攻博士 这没有时间 可是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 就是要让学位充实一点 那在长期的执政之后呢 不但可以回到地方去当百里侯 也可以进中央 变成入阁 出将入相 就是靠这些学位 垫高自己 那所以为什么民进党 在蔡英文执政的这几年 学位们的问题 特别的严重 因为上游所好 下必从之吧 就知道你的爱好是什么嘛 那所以造假的问题 变成一时之间 假好到休不 陈平通为什么养了 这么多的硕士生 甚至还有指导博士的 那这些人都是为了 从政的打算 他把台大的国发所 当作是他的育成班了 那成本都是国家的 然后自己还可以赚到 一些不错的收入 也安排了一些枪手 在帮忙写论文 是吗 看起来是有助手嘛 帮忙协助啊 所谓的收集资料啊 到底谁写的 今天江冲渊也说 哦 他否认哦 书师啊 绝无故意啊 那请问 他这论文到底谁写的啊 我们下一段进来 我认为了 那是小子 我认为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大家好 我那天遇到一位 就是在论文门案的时候 在外面 遇到一个资深媒体人 我先不讲名字 然后他就 后来我们就去喝咖啡 然后他就笑着说 嘿 我看 你们几个在追论文门的问题 真相的人呢 看起来都很年轻 好 看起来都很年轻 那是不是追真相 好 那追究蔡英文责任的人呢 都很有戾气 很年轻呢 我就笑了 我说不是啦 我不是那种 从小的时候 就是细皮嫩肉的那种小女生 被泡泡又闭闭那种小女生 我不是啦 那所以呢 我们的那个皮下 那个胶原蛋白 是比较多一点的 所以脸就比较不容易垮掉 我在跟他开玩笑 那其实不是 就是说 今天你做的 如果是公益的事情 你不是为了自己 那我觉得人的外物 就会没有那么多的烦恼 你的专心的事情 都是为了公益的话 其实你就没有那么多的烦恼 你就可以 沾枕就睡 那 当然人生都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嘛 所以不可能不变老的 变老是正常的 所以你就随着青春岁月 年纪到了 应该长什么样子 就长什么样子 心里要放下 不管男生女生都一样 要放下 不要整天在脸上面搞花样 否则的话脸会垮得更快 好那所以 我们在关心这件事情 到底法院是谁开的 当天在法庭 有一些人去旁听 我后来也进去旁听 聆听宣判 那其实我们当律师的人 很少去听宣判的 因为判决结果 上网查就看得到了 以前的判决结果是 隔几天你反正就会收到判决书 再办的话 因为它有一个公告栏 它还是会张贴 布告 所以有时候你大概去开庭 顺便看一下布告栏 就知道说哪一个案子 前天或是昨天宣判 那判决结果是什么 就可以看得到 那有时候站在那边布告栏 会看到意外的看到一些 有趣的案子的判决结果 所以我们其实很少去听宣判的 法官呢也常常是 说要宣判事实上 他并没有立庭 因为婷婷又会告诉他说 没有 没有人来听宣判 不管是当事人或是 两兆的律师 都没有人来听宣判 所以法官也不会立庭宣判 那那一天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他宣判的那个庭呢 是29法庭呢 是比较小的一个民事的法庭 空间不是很大 庞天席只有两排 好 那庞天席两排呢 就是 我一坐进去的时候 就发现说 有一两个人 他手上有拿标语 然后一个人拿一片这样子 那这个标语呢 就有一群法警 就跟着这些人在争论 就是说 法庭不可以举标语 要求他们把标语放下 然后 我坐进去的时候 看到他们在争执 我说那不然这样子 法院嘛 什么不缺啊 就是不缺什么 六法全书 你把条文拿出来给大家看嘛 我们也愿意学习 拿出来给大家看 那就可以杜绝争端嘛 而且现在法院还没开庭啊 法官还没到啊 现在这个空间本身啊 不是在开庭的状态 它就是一个硬体建筑 那有没有必要 现在就来阻止 然后那个法警就说 那你不要为难我们啊 我们也常常看到 看到你们这个 好像是曾淼宏博士吧 就是说 我们也常常看到你啊 那曾淼宏博士那天穿着他的博士服 去坐在那边听宣判 那 就张继续是坐在原告席的 委任律师的这个位置 那我们就 后来就张有慧就进来了 法官进来了 起立 那你要知道 就是说 这个起立啊 是对法律的尊重 不是对于特定的人的尊重 好像法官高高在上 我们得站站着 人民得站着听他宣判 不是的 因为法官在宣判的时候 他也是站着 这其实是对于一个 法律的尊重 对于司法的尊重 彼此尊重 就像以前 我们上课 现在好像也都不这样做了 起立 敬礼 敬礼的时候 为什么 上课之前起立 敬礼 老师也还礼 学生敬礼 老师也还礼 为什么 我们对课堂上 所要说的事情 我们予以尊重 有一分证据 说一分话 有三分证据 说三分话 你不要说十分 你不要说八分 这个是对真理的尊重 在法庭也一样 结果 张会竟然只念了两句话 第一个 原告支出不回 输送费用 由原告负担 他就走了 然后张继律师就说 你应该要告诉我们理由吧 然后张继续就回头 瞄了他一眼 看了在场的所有的人 因为他一进来的时候 民众举了标语 把标语拿起来 他就说 法庭不可以 举标语 他们就放下 其实那个标语写什么呢 我看了一眼 这个公益使邦国高举 这样也不可以 他不是在辱骂任何人 他只是在主张一件事情 大概给他很大的心理压力吧 所以他说不可以举牌 然后开始宣判 讲了两句就走了 走了之后 张继律师就 当然很怒嘛 我是没有注意到说 他有没有说混蛋 他就很怒 然后我们其他人也在注意 一些就有人问我说 你看这样判啊 这法庭是谁开的啊 我说这个一点都不意外 我们就往外走了 往外走之后 记者要采访张继的嘛 那我们就到一楼 就是轮流接受采访之后 那突然发现说 这个地方法院 因为五点他们就关门了 进空了之后 有一些记者还在法院里面 然后怎么样呢 就是由发言人来宣读 这个判决书 讲述他的理由 陈述他的理由 所以你把它当作是一个 重大的社会案件 重大的瞩目的这个案件 结果只是用单一个法官来审判 而且申请回避 他还不回避 已经有这个民事的纠纷 申请回避还不回避 结果因为他退庭之后 张继律师骂了一声混蛋 张继会要告张继律师 而且还把他移送 到律师公会去惩戒他 好 那那个我们就说 这个整个审判的过程呢 充满了混沌不明 充满了糊里糊涂 混淆是非的问题 所以张继律师说混蛋 不就是刚刚好而已吗 你到底要惩戒他什么 这个案子到最后 会不会变成是一个法院认证的混蛋法官呢 我们是不是以待 张继律师说他求人得人 要移送我就移送我吧 他不在乎 但人为什么有时候 你必须要讲一句脏话 你必须要骂脏话 不骂脏话无以泄愤 不诅咒无以泄愤 那公义在哪里 真相在哪里 真理在哪里 全部被混淆了 是非不清 是非不明 全部被混淆了 所以那天 我们后来 我跟张律师一直吃了晚饭 聊了一些事情 谈现在司法的这个问题 发现说 当有民众在庭 旁听的时候 法官确实会有比较大的压力 所以这个司法互助跟关怀 有没有机会 透过互助旁听的方式 让真相可以 不要被糊弄 不要被轻易的 胡乱的裁判 有没有机会 可能有机会 所以我们也有谈到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跟李正华律师 我们也讨论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会继续往前讨论 就是固定的 有机会的话 我们就持续的讨论这个问题 看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把它执行好 因为司法改革 好像看起来就是路途条条 如果行政没有改革 政治没有改革 司法要怎么可能改革呢 这三权分立根本就是 说着玩的 所以可能到最后是 必须要在政治上面 先做第一步的改革 才有可能改革司法 否则司法改革永远是空谈 而由总统来主持的司法改革呢 更是笑谈 来 我们下一段进来 那我来介绍这个肩颈热肤电 用Apollo Fiber Insight的技术来做 是很多爱用者的要求 用过热肤电之后 在平常睡觉 不管是春夏秋冬 长期的疲劳的问题 或者是腰酸被痛 那有一些人有特殊的罕见疾病 也都可以得到舒缓跟缓解 尤其是脊椎的问题 或是精神不振的问题 那我其实长期有那种疲劳的问题 开车有时候开一开 都觉得快要睡着了 变成危险驾驶 所以我自己也很需要这个产品 那这个产品做出来了 我们做了一些市场上的研究 我们知道就是说 大部分都是交流电 它事实上有这个触电的风险 你去触摸它的这个产品的那一部 都是布满的那个电线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那个布满电线的热显像 就可以知道其实它就是电线 然后中间有一些间隔 所以它热起来的效果很慢 热疗的那种效果也不好 所以我们必须要克服它的问题 这个产品是全世界只有我们有的 这是台湾之光 生产这个产品就是希望 包括我们有时候在办公室 午休的时间趴着睡 沾着一株低着头看手机 玩平板 怎么样去热敷它 其实这个就是非常好用了 我们有这个温控器 涉及医疗相关的温控器 是不可以有红色的灯的 所以它有四段开关 蓝色的部分就是时间 就是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四个小时 八个小时 那绿色的部分是温度 那看你个人喜欢什么样的温度 其实很多人常问说 这个温度到底几度 到底是40度还是50度还是60度 其实看你使用的环境 不要去想说 它到底是40度还是50度 直接去体验它 你喜欢的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温度 在安全装置上面除了温控器之外 它里面有一个自动的断电的装置 所以真的是过热的时候 它事实上是会断电的 绝无触电的风险 没有电磁波 除了环境值本来就有电磁波之外 它不会再产生额外的电磁波了 这个都有测试报告 怎么使用它呢 其实接了电之后启动了 现在就感觉很温暖很舒服 其实它很简单就是这样子 好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魔鬼粘 然后把它粘上去 可以调整你的颈部的大小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颈部的颈尾 是不一样的 背部的部分 脖子的这个部分是很贴合的 脊椎的 后脊椎的部分 我现在感觉就是非常的舒服 有时候觉得很疲倦 使用这个热腹电之后 肩颈感觉就充满了能量 本来快要昏昏欲睡了 你的立腺体又充饱能量之后 那个电磁充饱 就可以原地活血复原 我们回到现场 所以呢 到今天为止 还是有人在脸书上留言 那通常会来留这种言的人呢 就是第一个没有相片 没有脸 或是一个很奇怪的 英文代号的名字 然后呢 看不出来他到底是谁 可能也交了不少朋友了 在脸书上的脸友也不少 然后看他的贴文跟互动 完全没有生活面 就是转贴什么东西过来 然后广交朋友 这一看就是王军嘛 这些人还有三不五十的 来加朋友 我想说你交朋友到底要干嘛 加了之后 看他的留言就知道了 还在讲说总统不一定要有学位 是啊 总统不一定要有学位 因为选拔法本来就没有要求嘛 可是总统可不可以有一个假的学位 政治人物最大的资本是什么 就是诚信 因为诚信 因为说话算话 所以我们不需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去减合 他这件事情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 这件事情会兑现吗 这件事情会做吗 诚信是最大的资本 一点都不能够有伤 你买一个水果 有扣胸扣打 那就是被打到另外一个篮子里面 当赐货了 可是现在政治人物完全不需要有诚信 不但不需要有诚信 就是说谎都被抓到了 被抓到了还硬拗 死不道歉 这个关键是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不觉得诚信有什么重要了 一开始可能被抓到的时候还紧张个几分钟 后来发现 反正大家都是记忆力很差 拗个几天 又有新的新闻覆盖了 所以呢 一点都不重要 他一样可以继续竞选 竞选的期间 如果有人重提旧事 那也会被其他的新闻覆盖掉 因此所有人对于诚信就把他当作是可以丢在地上踩的东西了 你只要可以给你的选民有实惠 看当地的选民要什么 有人要的实惠是行贿 会选 有实惠 票就会投进去的票鬼了 现在经济差嘛 所以呢 能够拿到一些补贴也不错 让政治人物提早把一些他A进去的钱吐出来 这也不错 如果你是这样想你当然会选出黑金败类 他说没办法 经济实在太差了 这些钱对我们来说补贴很重要 那你一定会选出黑金败类 所以也不要去抱怨说 哎呀 为什么地方上面会变成是开枪啊 黑金啊 黑道横行啊 坏蛋坐在上位啊 然后 不管是贷款上面他可以得到好处 还是说在包工程上面可以得到好处 还是纯粹只是要厂商捐输 直百抽一 他可以得到好处 不管什么样的好处 他一定会把他的投资全部拿回去嘛 所以我们如果维持的同样的投票的行为 我们怎么能够期待这个国家变好 可是我们也要理解 如果我们诚意过高 我们希望的国家 我们希望的民主法治社会 诚意过高 跟地面部队无法接上 无法衔接上的话 那我们总是在谈这些议题 事实上没有办法落实 所以你要找到方法可以落地 你一定要找到方法可以落实 你要找到方法可以对抗王军 我们要怎样培养一群对政治有热情的年轻人 能够来参政 能够有论述的能力 能够有理想 这理想的性格要在哪一个学校里面培育 台湾没有学校教这些东西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民主基地的根本的原因在这里 我们要努力这件事情的根本原因在这里 所以其实这段时间以来 选后到现在 一个月过去了 一个月过去了 议长的选举也结束了 然后这些县市首长也都就任了 很快的我相信有很多人 会对于自己的投票行为 感到懊悔 感到失望 这都是注定的 因为你会选出一个什么样的政党 你选出一个什么样的候选人 那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其实你都不需要太惊讶或太意外 就像蔡英文的论文 那个判决会是什么 你就不要太惊讶或太意外 可是那个过程很重要 在这整个审判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了更多的政务 在选举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了台湾可以改进的地方 所以我说过了 我们要做一个有记忆的人 我们为什么要盘点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要做有记忆的人 有记忆的人 你才会知道 下一次我们要怎么样改进 你才会知道问题在哪里 其实当我们有办法点出问题在哪里的时候 问题就已经被解决一半了 剩下了一半只是你有没有决心 然后对方的阻力在哪里 怎么样消除这些阻力 你看到蔡英文的论文的问题 你会说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为什么不会有真相 你就去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你认为是对峙这个法官 你认为是对峙这个司法体系 其实不是 整个问题出在哪里 整个问题出在台湾没有公平的选举制度 没有公平的选举制度 所以才会选出错误的人 民主法治被践踏了 因为你选出错误的人 所以公平的选举要怎么样把它兑现呢 点出问题就可以解决它 除非你不知道问题 你如果连问题出在哪里都不知道 那当然不可能 永远不可能解决它嘛 我们现在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知道问题出在选举制度的不公平 这个不公平根本的原因在 它变成是有钱有权的人 可以利用公权力 可以利用他们 从社会上掠夺来的资源 然后再去买下这个权位 然后继续做交换 继续做交易 关键在这里 那什么是公平的选举呢 就是不可以做任何的选举的造势活动 不可以买广告 不可以挂看板 只有有限的空间公办选举 帮你把你的证件放在公开的板子上 布告栏上 放在手机的APP 如何辩论给同样的时间 如果媒体要办辩论会 必须要所有的候选人都参加 只要你愉悦 你跑到别人的婚礼上面去造势 你跑到别的社团的聚会场地去做造势 那就会撤销你的候选人的资格 如果没有公办的选举 台湾的选举制度不可能变好 你也不可能选出真正有好的政见的候选人 那我们司法改革哪一天才能够兑现 司法改革非常大的成分 至少是八成以上 两成要看所有基层的人 八成以上是要看总统没有改革的决心 那总统没有改革的决心 甚至自己坐在司改的造集人的位置上面 当然到最后是没有结果嘛 选举的时候就承诺你 我要司法改革 我要修宪 这个也要做 那个也要做 好 我一定要陪审制 结果呢 选后完全不对线 盘点这些问题 知道他们在怕什么 那你有沒有打对目标 对 你打对了 可是没有持续的 子弹没有打在同一扇门 没有持续的打 所以这扇门呢 一直是紧闭的碉堡 打不进去 只有有人持续的把利器放在这上头 而为什么大部分人对司法改革没有感觉 是因为 我问过一百个人 你对司法改革有没有感觉 每问一百个人 大概只有一个人有感觉 我可以不看到这样的讲 百分之一的人有感觉 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没有进过法院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没有被司法迫害过 永远就是那百分之一的人 在诉说的 他非常复杂的案件 没有人要听 所以你今天拿着你所谓的冤案 来找这些台面上的有行政权的人去找他 那还有道理 去找立委投诉 去找议员 你来找我 找张立律师 找李振华律师 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没有公权力 你说要协助啊 冤案啊 如果没有一个平台 没有足够的资源 没有足够的律师群 我们以一己之力要怎么做 一天只有24小时 所有冤案都集中到你这里 光是看完一个卷宗 就要花多少时间了 你都不要做别的事情了 所以个别的冤案 需要制度化的解决 最好的方式是你拿到行政资源 你是一个地方的首长 你就可以挪动资源 去协助司法改革 协助什么 做先从法律服务 辅助开始 去过滤真正的冤案 然后用公家的资源 或是帮忙募款的方式 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拿不到行政资源 一切免贪 这是我这次参选的觉悟吧 所以持续的 我知道大家关心 持续的我们会往前走 当我有决定的时候 我一定会跟大家报告 那下一集呢 我们就来谈台南的 议长选举已经结果了嘛 有结果了 我们来谈谈蔡英文 回顾她 她在整个任内 民进党变成黄色 黄色跟黑色的民进党 这种外遇啦 绯闻不断 有的还是 有刑事责任的 她的黑金呢 民党的人互相指责 对方是黑金 或是指责对方是黑道 那无论如何 不管她是黑金还是黑道 民党在蔡英文执政这八年 染黄染黑 是确定的 那为什么毫无道德感呢 我们下一集来盗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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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